大德青年华与山 蓝天白云好风光 姑娘 我的姑娘 向花针开放 我要告诉我的朋友 这里是个好地方 今天这个视频不是一般的相机测试视频 而我是要分享在最近参加的一个摄影活动 一群发烧友带着莱卡基哈苏的相机 到一个宜村做拍摄 这个活动只是公开给莱卡基哈苏的用户 而我是被邀请负责拍摄这个活动的幕后话续 我是使用莱卡的SL2 它被试码的24mmF2.8的镜头 等下有机会我也会聊一聊这台SL2的相机 活动的地点是在写兰勒州的五条港 是一个宜村 我们一早就趁快艇到这个地方 从巴胜港口出发 大约15分钟就可以抵达目的地 这里的生活很简单 都是以畜产虾米为主 然后岛上只可以骑单车 没有摩托车也没有汽车 我们在这个宜村也住了一个晚上 都很期待可以拍摄一些好照片 现在我们全部到这边 全部拉接就会帮他们送进房间了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吃个早餐就开始就会在外面 就会再带他们去跑跑参观一下整个五条港 一些手工事做的那些虾米啊 鲜鱼啊做巴拉酱啊 这些全部都有的这边 这边就可以看看这边就整个环境 这个四海雅阁就起在整个五条港的那个河的河交接的中间 也是环境是最好的 这一次我们来到这边的是Wire Camera 我们来做一个来卡跟哈斯普勒的奥丁 这边两个牌子合作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不同的有时就有来卡有时还有哈斯普勒 有时一起来这边做一个photography奥丁 拍一下当地的那个手工事做啊 就像虾米啊鱼啊这些啊这个比较传统的行业啦 就大家来尝试一下来卡跟哈斯在这边的不一样的那个拍摄方式 还有那个啊这边的鱼村的颜色啦 空彩啦 虽然天气很热不过大家都很享受拍摄的过程 走遍遗村的每个角落都一直在寻找拍摄的机会 那边有个大大的那个板我们的相比就在那边啦 那就是早上回来试了的 试了我们晒到晚上晒到干咯 虽然拍摄的主体是都一样 不够每个人拍摄的角度及构图 都有自己的风格 大家都带着来卡及哈苏的相机 有来卡的M240 M10 M10R M11 还有SL 当然胶片相机M6及MP都有 哈苏的相机就有907XG X1D2 总之都是来卡及哈苏的好相机 手上这台是来卡M240 其实M240都很久了 但是它拍出来的效果还是很好 尤其是你配这个35.4 35.4啊 每一个来卡的用户都会去买一支 为什么 它是最好的节拍的神器 要用来卡 一定要用35 然后再从35去到50 这两只镜头是走不到 来卡出来的颜色就比较 妮特一点 没那么浓的 就是说它给到你的那种感觉就是 比较接近飞领 飞领年代那时候的那种感觉 而我全程就是使用来卡SL2这台相机 它被驶马的24-70mm f2.8这支镜头 这个视频都是以这个组合来拍摄 视频的规格都是使用10bit 422加上Lock file 然后后期再调整颜色 我觉得SL2的防抖功能很强大 手持加上走动拍摄视频 它的防抖效果真的很出色 就像这个画面 它的稳定的效果 可以说不必使用稳定器也都可以 我觉得来卡SL2是一台很好的相机 如果不想使用来卡的旁轴相机 不妨可以考虑SL2 这个照片今天我是特地带回啦 上次我来这边就跟这个老板娘拍 制造虾米的 拍了这次就硬回来送给她 所以我现在老板娘不在这边 所以我们去找找一下看 这边这整个场地都是在虾米的 就问问看这个有没有在了 应该有一个人在那边 哈喽 有人在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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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吗 没有 老板娘 这个是你吗 啊 啊 这个照片给你啊 我找了很多不知道你住哪里 你没有来逛呢 有上次我给你拍了 上次我们拍了 你还拉到美美过 这个感觉漂亮耶 哎 我们过来走走啦今天 过来走走 对 这个地方是修行才可以 对 修行才可以啊 修行才可以啊 来来给他拍一拍来 对住他 来来来来 等一下啊 这个视频 我从八岁哦 就开始做虾米做到今年 四十六岁了 又嫁回本村的老公 哈哈哈哈 这种工作是不认识的人做啦 你是哪里的 认识的人不要 我是住在这个岛上的 你岛上的 我是岛上的 从小就在人家做虾米做到现在 八岁就开始做了 到我的儿女哦 他们不要了 太辛苦 这办公没有人喜欢的啦 儿女们不喜欢的 只是我们老一代的人做的啦 因为不用认识字嘛 简单 哦 人生西亚丝够了 嗯 人生西亚丝够了 啊不要啦 看有机会我要去外面传传才好啦 欸 你是你村里了嘛 嗯 哦 现在你都出没了 这个是 这个 在我们这个岛上的生活是无忧无力啦 没有压力啦 没有竞争啦 在城市的地方就有压力就有竞争啦 这个渔村没有快餐店 没有购物商场 也没有夜生活 生活就是简单低调 然后村民对外地来的游客 都很热情 村里的生活作息 有固定的规律 出海捕鱼 制造虾米 然后与朋友喝茶聊天 够了就好了 以前啦 年轻的时候 开心就不知道什么就 酒精要高要快 要酒一点 我们三个人 四个人啦 一下子上平的 那这个 黑尼西 一下子就搞定了 一个钟头就喝到晚了 也要找朋友啊 不要到来到去 一个人一瓶 住这里都习惯了喔 惯了啦 我们这里出生的 然后晚上没地方去到做什么 晚上都没有做什么啦 就在看电视里啦 你有做什么呢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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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宜村的那个晚上 都是在喝酒 唱歌跳舞 分享照片 我觉得离开一下城市的生活也不错 总之大家都很开心 那天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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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這樣找,現在大概是6點15分 出來就黑默默地出來去找拍日出的點 本來今天是打算是說,村民跟我們講 早上4點到7點時間會有來這邊煮蝦 漁場會回來,蝦場會回來煮蝦 然後就是說現在在等那個船回來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是說,這邊等日出 拍了日出過後,就開始看漁民船回來 就開始拍他們的工作了 要,聽到 五條港的早晨特別的寧靜 但是村裡的居民就已經開始忙著幹活 我們也不想錯過機會 很早就帶著相機出門去捕捉村民幹活的畫面 當然早晨日出的風景也不錯 如果喜歡拍攝風景的照片 尤其是使用哈蘇中畫符的相機 那麼這個地方肯定可以滿足你 這個早上上再拍攝風景 所以我们会有这种漂亮的液体的液体 那就是我看着的液体的液体 Houseblo has this kind of unique color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Leica or other brands like Fuji or Nikon the color is how would I describe it it has kind of like a grayish natural tone to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is high dynamic range you know the color I cannot describe it's just a very unique Houseblo is color and you can recognize it this is Houseblo is color if you're used to the gear 的确哈苏中画服所拍出来的照片 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相机的外形还是保留着 当年戴上夜球的 House 500C胶片相机一样的造型 只是从胶片演变成为今天的数码相机 如果有足够的预算 这台907X是可以买来玩玩 五条岗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畜产虾米 五条岗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畜产虾米 依照村民的说法 在制作虾米的过程 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虾米不可以散到雨水 天黑要下雨 晒了 那边有人晒了吗 你要拍照一下 是啊 弄到雨水可以讲啊 弄到雨水很会有味道 娃只是终产生俾米 它的味道 小米是很会臭 我们这颗虾米是很奇怪的 是啊 影响了之来水啊 分到自来水就会坏了 冲到自来水就会坏了 后悔了 我一定要用海水去煮 对对对 噢!不是用自来水去煮吗 哦!不是用自来水去煮的 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难处 虽然虾米是上一代传承下来的行业 不过年轻一代的村民都选择到外地去发展 而留在岛上的都只剩下年纪已高的老人 做普通的虾 我们这个不一样 大小一直来就是一直在煮的 我们没有卷起来的 所以说要看到是比较大之类的 我们这边大的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的村外里马的那个虾米就是 村外里马一路来就是虾米 村外里马出山虾米 一路来就是 百多年就是这样 这次五条岗的摄影之理 让我领悟到 活得简单其实是一种幸福 随会摄影也是一种幸福 也是一种享受 但是以目前的摄影器材 功能越来越复杂 要去熟悉它的功能不是那么的简单 莱卡G哈苏的相机 在功能上没有复杂的选项 可以说是一台很容易操作的相机 只要把心思画在构图上就可以捕捉到好的画面 就像岛上的鸡民简单的生活 也可以活出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就是为何 莱卡G哈苏的相机 就是那么的吸引人 简单就是美 在这里要谢谢Wire Camera 举办了五条岗的摄影之理 我们都很享受在岛上的时光 也很期待再次与大家见面 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 你已经中毒 让我帮你解解毒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